大家好,我是桑浩 今天是2021年8月18日,星期三 桑浩报道一个一天的国际大事回顾 根据《自由时报》的报导 如果确有3万美军驻台 《环球时报》指出 中国将会立即武统台湾,消灭美军 哇,很厉害 你先消灭日本 驻军在冲城 在横衰河 在韩国也有大堆驻军 你打南韩吧 所以就说很奇怪 当然了 哪里有3万驻军 事源是美国德州共和党籍的 资深联邦参议员 柯琳·John Connery 最近在推特的 推特的地方 讲到阿富汗的情势的时候 误称 美国在台湾驻军有3万人 这种说法被中国的党媒警告 如果美国在台驻军真有3万人 解放军将会立即武统 消灭美军 对此 柯琳已经将推文删除 但并未对外做出说明 柯琳 8月17号 在Twitter 放出 将今天 驻册在全世界各地的美军人数统计数据 以及先前撤出阿富汗的2500名美军做出对比 铁文中提及到驻韩美军28000人 驻德美军35486人 驻日美军50,000人 驻台美军30,000人 驻非洲美军7000人 当然 见到阿宁范上的这个低级错误 当然建立心起 3万的情况 是在老长时代 有中美 共同防御条约 中就是中俄民国的意思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就是老长时代 就是上一代 他们当时候 真是美军 有很多的人是住在台湾 因为当时跟台湾 台湾就是中俄民国政府 然有邦交的时候是有驻军在台湾的 但是随着 这个 刹立汉不立 就是刹立汉不立之后 中俄民国放弃了 就是跟美国的邦交 美国也都跟中俄民国 断绝了邦交 那之后 这些军事人员 逐步撤除 所以到今天 美军驻台的人数是零 所以我很多节目都已经讲给大家知道 我希望 驻军台湾 能够成为现实 当台湾有驻军 才有足够的阻害力量 用实力来管出和平 只有当美军驻军台湾 共产党不敢如月雷池本部 这个可以很肯定 美国越弱 中国越罕 美国越强 台湾越强 甚至 连食一起 中国共产党 色泥内有 灰头土念 滚走的 所以我都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怕 《环球时报》胡石俊指出 阿宁惊人宣布 美国今天 在台湾多达有三万驻军 比南韩的二万八千人还要多 如果这是真的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绝不会接受 我们相信 国家会立刻动用反分裂国家法 以战争方式消灭 驱逐在台湾的美国军队 同时武力收复台湾 你收 收皮啦 很简单 你连捉一个美军都不敢 你就欺负加拿大的两个Michael 你捉一个美国人都不敢啦 对不对 共产党 还在这里消灭在台的三万美军 是杀岸的 所以我给你知道 黑是黑大 胡石俊 以前说过多少话 一定是武统台湾的 美国军机降落台湾的一天 就是武统台湾的一天 不是三个议员 坐着美国军机降落 重山机场 你带头武统呀 你三军统帅呀 你习近平呀 胡石俊 你收皮啦你 路透社表示 美国在1979年 和中共建交的时候 美国确实有在台湾驻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根据华盛顿与北京的外交协议 这些美军已经撤离了 报道提到 柯宁已经将这一则推文删除 但柯宁的办公室 尚未对外作出回忆 其实也没有必要回应 真的假不掉 免得他炒作这单新闻 简单 好了 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 胡石俊要中俄联手对付立陶宛 被俄国学者打念 这个我都是 之前已略略提过 不过详细和大家说一次 中国不满立陶宛 允许台湾次立代表处 8月10日 自回驻立陶宛大使 以示抗议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总编辑胡石俊呼吁 中国与俄罗斯 联手对付立陶宛 众说立陶宛爆发民众示威活动 是恶有恶报 但俄罗斯学者 劳金阿力森尔·劉均 潑了胡石俊一桶冷水 表示俄罗斯 没有任何特殊手段 可以影响到立陶宛 对此 无能为力 即是叫你 喊點啦 冷坏啦 就不等 胡石俊日前 连续在微博 土伐立陶宛 他是十二日 凌晨发布 胡罕 就是 坎坎俄 坎坎 坎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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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罕 h Open na teng大 惡有惡報 環智十天一爆發大規模示威 警方用催淚雅絲驅散示威症的抗議 政府歧視沒有接種疫苗的民眾 關你差事 你粗暴干涉立陶宇的內政 你收爹 胡錫進 還要爆發這些情況 你說惡有惡報 斷交 你有沒有惡報 沒有惡報 中國共產黨 中國人民共和國 都不跟他斷交 你有沒有國格 有沒有尊嚴 不過你沒有格的 你無恥的 你基本要斷交你不懂 快點跟他宣佈斷交 不要只接回大使 我弄個鐘在那裡 斷交倒數計時 嘩 這麼久都不斷交 我看你那個大使幾分 何時回到立陶宇 杯頭討練 白癡 我告訴你 中國共產黨全國一堆騙術 一堆巨嬰的騙術 所以這些事實在令人相當憤恨 因為他有毒的 胡錫進又說 俄羅斯是最恨立陶宇的國家 中國有必要跟俄羅斯和白羅斯聯手 對立陶宇實施懲罰 中國需要共同和美國 這些忠實走狗門立威 此話一出 不僅遭小粉紅宣報 甚至說 你這烏一嘴別嘲諷別人 我們非常害怕 也遭到俄羅斯學者潑冷水 俄羅斯獨立報12日發表一篇文章 叫做北京呼籲與莫斯科聯合懲罰立陶宇 裡面說 環球時報稱立陶宇的做法很瘋狂 並且強調該國是歐洲最反俄羅的國家 因此莫斯科和北京應該聯合起來 狠狠懲罰他 對此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國際關係系主任盧金 受訪時表示 俄羅斯沒有任何特殊手段能夠影響立陶宇 因此他認為俄羅斯聯合中國對付立陶宇是無能為力 但俄羅斯可以口頭譴責立陶宇 怎樣說?罵一下吧 拜拜 奴金也認為 立陶宇是最親美的國家之一 美國最近決定加強和台灣的關係 而立陶宇頂道層決定衝在前面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中國往往會實施經濟制裁 例如在針對澳洲和南韓的事例上 但這些方法對立陶宇影響不大 當然中國可以和立陶宇斷交 作為一種象徵性的步驟 just do it China 斷交 斷交吧 是不是? 就這麼簡單 按照中央社的報道 北京間接入股字節跳動 這個大制度 美國議員呼籲拜登封殺TikTok 這麼久以來這個敗匪政權 放生了TikTok 放生了字節跳動 抖音多久 搞官司 用華爾街集團 用建制派 用民主黨 用你的政府 你的政權 華盛頓沼澤 深層政府 搞 最後呢? 保住TikTok到現在 如果Trump Trump執政的話 可能已經是另一番局面 雖然他被法庭不斷封殺 但是Trump和Pompeo 是相當能夠把持大局的 你看看中國政府做什麼 中國政府盛傳他入股 北京字節跳動旗下的一間主要子公司 這個講到尾就是割韭菜的成就 就是說 叫做公私合營 就是以前我們發生的 1950年代發生的事 三反五反公私合營 掠了你的事已經開始發生 今天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 盧比歐 就是Marco Rubio 盧比歐 敦促總統拜批 拜登 在美國封殺字節跳動旗下的熱門短音音 應用程式App TikTok 封殺TikTok 拜登政府政權在6月 推翻了川普時代一系列的行政命令 不再禁止用戶下載及更新 騰訊旗下的通訊軟體 Vchat和TikTok 即是名字放生Vchat 放生TikTok 盧比歐在聲明中說 北京的侵略性清楚顯示出 這個政權將TikTok視為黨國的延伸 而美國必須以這個方式去對待它 我們也必須建立一個標準框架 在高風險的外國App 獲准在美國通訊網路和設備運作之前 必須滿足這個標準框架的要求 這個Marco Rubio的講法 美國商務部正根據拜登的命令 對於應用程式和其他App所帶來的安全風險審查 商務部並未回應路透社致評的要求 公司檔案顯示 中國政府今年入股自治跳動的子公司 並取得一席董事的席次 這個舉動引發各界的好奇 公司 北京是計劃對受到監管行為 猛烈衝擊的科技業施加有多大影響 這是一個五迷 當然會不會有特別股的制度 用一票董事否決一切的做法 極有可能 然後你看到 根據中國商業資料赴天眼查 北京自治跳動科技有限公司 在4月30日的交易裡 將1%的股份出售給網頭中文 括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而中國政府持有科技公司的股份 須有先例 但利用消息發佈之際 反壟斷調查和針對科技業的新規激增 和當局此前的放任態度大相警停 自治跳動一名代表說 北京自治跳動科技 僅於自治跳動在中國市場的部分 影音和資訊平台有關 且持有根據本地法律營運所需的 一齊許海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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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壞給人家 我需要告訴你 我在半年前 一年前 兩年前 和傑斯做節目的時候 我都說 我看不上這個拜登整權 傑斯基本上是比較平衡 他基本上 覺得兩個都是壞 我就不是這樣看 我只是說 拜登和特朗普都是壞 但我只是告訴大家 我的想法很簡單 美國有自己國家利益 所謂好與壞 就是看你怎麼看 我就告訴你 拜登對於美國本身是極壞 對於全世界本身是更加壞 特朗普 我不可以說他是救世主 但他是一個奇葩 他這麼久以來 脫離到建制派的一個很重要的人 救世主只有耶穌基督 只有上帝 特朗普是人 他都有原罪 他都有犯過不少的錯 但他本身是大政方舟 是遠遠優勝於拜登 對嗎 起碼特朗普如果當政 今天阿富汗的事不會發生 TikTok現在這樣不斷擴張自己的勢力 甚至沒有 你都一直不封殺他 VChat TikTok 冒險雞籠 等到中共政府 公私合營 次次跳動的子公司的時候 你仍然不為所動 要Marco Rubio出口 這個政府在做什麼 這個就很大的問題 看著警密 就是要放牆雙眼看 不要看得急不急 好 你要我給你多少時間 一年了 你收檔 我就給你一個禮拜時間 看你向美國政府 幾點處理這些事件 沒有的 最多就不玩一堆程序 所以很多人懷疑 拜登政府是否跟習近平有桌底交易 阿富汗事件是這樣 VChat、TikTok也是這樣 表面上罵 打事情 罵事外 最後 下面就是 管鈔票 輸送利益 這個陰謀論 與其說陰謀論 是比較符合我們常識的想法 大家密切觀察 細局一點都不樂觀 我會看到 越來越有一種很陰謀 就是籠罪傳球 大家要小心 我告訴你 大家都要積極面對 因為 這個是考驗 我們要經過這個考驗 才能夠迷向真正的成功 希望大家加油